Sound on 欢迎光临露露的深夜食堂 营业时间是每周五晚上九点左右 这里有酒 有美食 有故事 你要进来聊聊吗 不知道大家防疫生活 是不是跟我一样追了很多的影集啊 有一部Netflix的影集 在我说故事之前呢 可以跟你们先不剧透的方式 分享一下这部影集 它叫做安眠书店 相信蛮多人应该都听过 它的剧情大纲很简单 一位外表看起来温文儒雅的书店经理 然后一见钟情爱上了女作家 为了得到她的青睐呢 她就是用进了各种社群网络啊 去追踪她的所有行踪 包括她姐妹前男友喜好等等 就像布局一般 打造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缘分 然后就攻破那个女主的心房 最后果然顺利交往 除了说精心策划的布局非常精彩之外 后面还有很多惊悚的剧情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哦 那说到跟踪狂的话呢 我之前有说过我有被跟踪过 那我第一次被跟踪 其实是在国小耶 这样说起来 我小时候是不是真的很可爱啊 才会被大家顶上 就我在前两集吧 我就有聊过 就性侵的那一集 我自己是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呢 是被跟踪过两次 如果说就是最恐怖的话呢 我记得是我自己一个人 走在我家的巷子 我家这边巷子非常的暗 到处都是老旧公寓 所以也没有大厦 或是一些警卫可以帮助你 就只有一般的便利商店 那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长 一般人都会有一些疑心病 就是你可能走在路上 就会觉得说 哎是不是有人在偷看你啊 还是等一下会有人 可能在转角出那种 强烈的预感 那个时候呢 我不是以心病发佐啦 但我有很强烈的感受到 别人的视线 还有它散发出来就是 让我觉得好像 它想要跟着我回家的那种感觉 当下呢 我是还蛮冷静的 可能自己一个人习惯了 就是独立久了嘛 那也懂得说 要怎么保护自己 我就开始慢慢的走 可是其实我心里真的很忐忑很忐忑 还是会怕一下 就算再冷静 我很怕一个转身之后啊 或者是说我现在立马赶快跑跑跑跑冲回家 它可能被激怒到 就直接冲上来抓住我 后来呢 我慢慢的走 走到我家的大门啊 就默默的打开门 然后再关门 其实我 我没有想过原来 它就是一直这样跟着 结果当我一关上门那一瞬间 它就直接 趴在我的玻璃门 因为我家的大门是玻璃门 就有点像大家可以在电视剧或者是连续剧看到那种跟变态没两样 然后砰一声在你的玻璃上然后贴着看着你 当下我是有吓到 也没有想说 哦我要立马报警或是什么 因为年纪太小了 后来呢 我是有跟我家人说 结果呢 我哥哥他就说 啊不然我就陪你回家一阵子 在那一段期间 我哥哥是说 还是有人有在跟踪我们啦 我觉得其实这就跟性侵一样 社会好像呢 就是会常常对跟踪的女性有一种错误的想法 就是认为说 今天她的穿着很暴露啊 才会被跟踪狂盯上 可是 我当下是国小耶 啊我穿的就是制服或运动服 以前没有想过要改成那种裙子 就是把它改得很短 西上或是接近到你的内裤 很像日本妹 就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一般学生服 就连当初呢 就是我被性侵的时候也只有幼稚园 那个时候我就跟妹妹背着秧娃娃 然后穿着那个连身洋装 一样的清纯可爱娇羞 就是很无害啊 懂吗 就有些人就说 哎到底到底遇到了这种跟踪犯 或者是说有人在对你可能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 我到底该怎么保护自己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家附近是老旧式公寓 就只有便利商店 我觉得你可以先去一些公共场所 便利商店在台湾算是蛮普及的 所以你就可以很自然的走进去 那现在疫情期间记得要扫二维码 不是啦 是你就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跟店员说 因为他们会有一个警报铃 警察也可以立马来 虽然说警察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事 你干嘛把他叫来 但是但是呢 我觉得宁可被警察觉得你很烦 你也要保护好自己 我自己是觉得不要立马回家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你有可能你在开锁的时候手卡住 然后他就冲上来 你的门也没打开 就跟电影演的一样 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想象 但我觉得真的不要回家的原因是因为 至少也不要让跟踪狂知道你家在哪 但有另外一种跟踪狂就是 他早就知道你家在哪 一直重复的在同一个地方等候 然后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观察你 这种就是真的一定要报警 我觉得太危险了 你没办法去预测到 他下一次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你可能会已经被跟踪了 也没有便利商店 没有公共场所 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就假装电话响了 因为电话可以是震动嘛 你就拿起来 假装跟朋友聊天说 你们大家都在前面等我 好好我快到了 就转角嘛 然后这种感觉让他以为很多人在等你 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个人 也许他会不害怕 所以你就要假装好像很多人 让他听到 希望说在我自己的想法跟经验上 给大家提供意见 在国外的心理学家 针对跟踪狂的行为研究呢 有分为这三种类型 就是单纯形强迫性执念 以及爱恋形强迫性执念 还有情爱妄想 除了最后一个与妄想症有关 那其他两个类型都是比较强迫性的执念 通常伴随着焦虑跟自我担逆 反正说白一点就是 他们不会以我们对方的感受啊需求为主 就是以自己 满足自己的感官 生理需求等等 那有的是满足自己的情感 就会变成恐怖情人 就是我们很常听到的一个标签 现在回想起来呢 我曾经交往过的对象 反而都没有在分手后啊 或者是在交往过程中 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不过我觉得更多的是 没有在一起 就是那种单恋的人啊 骚扰我的比较多 就像是朋友 或者是一些不认识的陌生人 在喜欢上我之后呢 就是会过度的观察我的一言一行啊 或者是我的一些喜好等等 反正最后如果我拒绝他们 就是有说过要跟我与时俱焚 或者是他直接跟我说 哎他要去死啊 他要去自杀 然后把他那种自残照片贴给我 其实在日本的精神科医师呢 春日午宴有提出一个内在跟踪狂 这个一词 就是在说明说恐怖情人这个标签 他在说明每一个人的内心 都有一个成为跟踪狂的因子 像是不断的划前男友的IG 看他贴文底下的每一则留言 知道他的任何行踪 啊看看是跟哪个妹子出去 反正当一方呢 就是如果放弃这一段关系之后 另外一方所做的所有事情 就会不被理解 或者是说可能违背社会的价值观 那就会被贴上所谓的跟踪狂 恐怖情人的标签 嗯不得不老实说啦 其实我之前也算是恐怖情人的一员 就是太喜欢一个人 习惯两个人每天的相处 不再是自己一个人 或者说就是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呵护 然后很沉溺在里面 结果突然一戏之间就变掉了 因为分手了嘛 后来就是每一天我就会去私讯他 想办法要晚婚 因为太痛苦了 那个时候情绪很慌张很失控 反而这样子就会把他勒得更紧 让他更害怕 结果导致最后我就被封锁了 虽然说那个男生后来他有发觉 其实他非常非常爱我 然后又有回来找我复合 但对我来说呢 就是我很讨厌的是我 不理性 在当初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变得很像恐怖情人 因为我一直认为 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以我自己过来人的经验呢 我认为其实平常 你就要好好的学会发泄 并且真的找到那种排泄口 当分手的那一阵子一定很痛苦 那我希望说就是你可以 诚实的面对自己啊 并且找到让自己能舒缓的方式 可能痛哭一场 而不是去想着对方到底有多烂 我该怎么挽回一大堆等等 因为当下两个人的情绪很高亢 又很复杂 就让自己保持一段时间的冷静之后呢 我觉得两个人可以再去谈清楚说 诶我们现在是真的要告一段落呢 还是走下去 嗯 说到这里 其实我想到我朋友的一个案件 虽然说他不是跟另外一方是男女朋友 然后分手后谁变成恐怖情人 而是属于单向的单恋 其实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然后是女性 她有一个认识很久 并且每天相处的男性友人 结果呢 她就发现她的手机里有一些她的偷拍视角照片 就全部都是一些胸啊 勾啊 大腿啊 这种很私密的缝什么等等 就我朋友一看到之后 她就很想吐很想吐 她不能接受 看到我朋友这样子的案例 或者是说 我觉得以我自己成为过恐怖情人 其实我认为没有人的三观是正常的 因为大家的想法本身就是很主观 今天你喜欢一个人的行为 到底能否被接受 或者是说能接受的程度到底有多少 都是来自于另一个人喜不喜欢你 有多喜欢你 如果今天呢 他就是不喜欢你 你做什么都是错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名言 我好喜欢哦 他就是说 今天我喜欢你 你吃屎也很可爱 今天我不喜欢你 你做什么都像在吃屎 其实我们很常看到新闻呢 就是常常在说 一个正妹啊 或是一个穿得比较裸露的女性 还是比较漂亮的女性 她喊着可能被性骚扰 被性侵或是一大堆的问题 下面底下留言呢 就会反而很酸很酸 就说什么 啊今天人丑性骚扰啊 叫是帅哥的话 啊不就是觉得很爽 还是就一定会接受他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 他是没有毛病的 因为毕竟 我今天不喜欢你 你对我做的任何事情 本来就是性骚扰啊 性骚扰就是主观的 那如果我今天喜欢你 你今天要对我干嘛 我接受那都是我的自由 我觉得我三观算是很广 所以听到我朋友那个案件 或者是说我在陪他一起 面对处理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有不一样的OS 对我来说呢 他也好歹跟他做了三四年的朋友 也偷拍了两三年或三四年都有 但是从来从来没有外流的照片 或者是影片等等好了 我就会觉得说他实际也没有危害到我 我觉得他只是太喜欢我了 我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好像偶像的感觉 就只是很刚好很刚好我的朋友他要借用资料才会看到 如果他都没有看到他不就是一直这样子偷拍下去吗 当然有可能将来手机坏掉的时候拿去修会被别人看到啦 但我只是说如果今天他只是把我当偶像 想要自己收藏 我觉得好像就没有什么任何问题 因为就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女生他穿比基尼拍了照片 那个勾也直接漏在外面啊 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如果今天是我没有告知你我就偷拍 好像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很不OK 但实际上好像又没有触发 我印象中比较清楚的就是如果你今天偷拍别人 并且有去散步 我觉得好像就蛮严重 但我不知道说到底偷拍自己收藏是怎么样 但我的朋友他很不舒服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件事情呢 他会有不同的感官与角度 就我只想说你今天的爱想要有多强烈多变态都可以 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 不然他就跟作弊一样 被抓到就是很惨 或者是说会触犯一些法律等等 那我前面呢就是讲的是恐怖情人嘛 如果我们成为恐怖情人的那一方 我已经跟大家说过该怎么办 嗯如果呢今天你是拒绝或者是选择放弃的那一方呢 我也有个想法 大家参考参考就好了 毕竟呢就是我的想法 有时候是很理性 理性到过度冷血吗 还是说我的三观很崩坏 像第一点 如果今天呢你是拒绝对象是自己的另一半 也不要卸下你的心房 就是在很私密的空间去交谈 尤其是很避意 就是只有你们两个 然后完全像是在房间里面 相处认识就算再久 每天啊你住在一起 我也不觉得你们一定很完全了解这个人 因为大多数的人呢在黑化的时候呢总是在最后一刻 第二点呢对于女性要保护自己这件事我就不说了 反而是男生我一定要再三提醒 千万千万不要打分手炮 因为我有两个男性有人呢他都是跟女友分手 然后在一起可能一两年两三年 虽然说不够长 但我也觉得不短了 结果最后他们分手了 然后还打了一个分手炮 后来那两个女生呢都是直接去警察局 告他说哎强制性交啊 或者是他对我就是有任何的性侵害这种 所以我觉得是说千万千万不要分手了 还想要多打那一炮 性关系我是真的觉得很没必要啦 好那第三点呢就是从你想要分手那一刻起 我觉得你要先想清楚 究竟说你是闹脾气 想要对方哄哄你 还是说你确定要分手了 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已经确定好要拒绝一个 不是男朋友的人 或是你要拒绝自己男朋友的时候 提分手 我觉得你一定要跟对方好好地说清楚 因为你以为的善良 或是你以为就是他会很受伤啊 再给他一段时间等等这些 反而实实在在地害了自己也害了对方 就是你会让他还会觉得自己还有机会挽回 或者是说我还有机会可以继续追求你 其实你根本不是不喜欢我等等 更多的人就是不想要纠缠的话 我觉得就是果断的拒绝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不想要成为别人口中的渣男或者是渣女 那还有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像我前面有说 有人呢他就是用死来要挟我 就如果今天是我拒绝之后呢 其实我会给几天的调试期 就我会允许对方来跟我谈心 我会觉得在这段时间过了 如果你还说你要自杀或是怎么样 我其实就直接封锁 然后就不理他了 就我觉得大家是不要对那一个人说出说 啊你要去死就去死啊 因为好像有真的案例就是他去自杀之后呢 结果就被法院判那种什么加工自杀罪 或许很多的人呢就觉得说我有点冷血 觉得说啊人家要死啊怎么样之类的 可是我遇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要我答应 然后要我安抚要我一直陪伴 如果我当下还有另一半 我到底有没有尊重他 或者是说我这样子我的生活还要不要过呢 今天你的人生是你的 你不想活了我也不会阻止你 我觉得那就是你家的事情 因为我还要很多很多的事情是 我也要去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 嗯说到这里 就我前面像我朋友那样子 是属于朋友或者是比较陌生人的跟踪 那如果今天在早期的时候 报警啊警察就会说 啊又还没有时机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 或者是说啊可能跟踪的不够明显不够危险 警察也没办法做出任何的措施手段 所以呢我朋友那一个案件 在4月的时候呢有通过一个跟踪骚扰防治法 简称根骚法也让我们呢更有保障 反正往后你只要有遇到那种持续观察 跟踪或者是追求对象 然后守候在他家的附近啊学校 就他常常出没的地点 或者是网路上追求不到啊 就一直私讯还骂对方 积一些猥亵照片给对方 或者是打一些像什么 无声的电话啊 缠着对方等等之类 然后要求你给他一些照片 或者是跟他出去 然后讯息威胁 这些呢将来都可能会触发 最后今天 其实我在录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点小意外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做YouTuber嘛 然后有时候拍一些生活影片 就会很常露出我家里的地址 就有一位粉丝 可能在我露出地址的时候 就算后来呢 有打了马赛克 但他可能在那短时间内 也查到我家的地址 他第一次来到我家 是突然按门铃 那时候我在睡觉 结果我就听到按门铃声 我就醒来然后去开门 我整个超邋遢的 我觉得先形容他的长相 跟他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那种 得了癌症 然后非常非常瘦 整个人很白的一个男生 年纪也有点像是三十四十岁 也不是说很老很老那样 但是他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他好像快要过世了 那种身体好像很差 然后又有一点心理疾病 因为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 其实我当下很懵 他就突然说 Lulu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我非常的喜欢你 然后就停顿哦 因为他在想 他想很久 我就很懵 我就在听他讲 但其实正常来说 你遇到像这样子的人 其实很多人会害怕 可是你害怕 你也不可能立马打电话 报警或什么 他已经抵在你家门口了 所以我当下就很认真的听他讲话 我就说 哦 怎么了吗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陈述说 因为他太喜欢我了 可是他不知道要怎么表达 我就当下很冷静 我就先问他说 请问你怎么知道我家的 他就跟我说 哦 之前的影片啊 有露出 他就大概去搜索查了一下 然后我就问他说 啊 你住哪里啊 或者是说你做什么工作 我就是大概了解一下他 并且就留下一些证据 后来我发觉 我有点放松警惕心 主要是因为 我对于心里 可能有一些疾病的人 会有一种同病相连的感觉 我有感受到他 好像就是跟人有障碍 就在对话的时候 或者是说他好像没有朋友 就他没有诉苦的对象 那他太喜欢我了 所以他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他就送了我一大朵花 然后又送了我一些 小零食饼干 还帮我买了猫砂 我整个当下超错愕 我就说为什么要花钱 他就说他买了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不然他就会丢掉什么什么的 那当下呢 我就说 哦 那好 谢谢你的礼物 那我希望以后就是 希望你不要这样花钱 后来 我有跟他讲说 其实你可以回家 然后用私讯我的方式 然后跟我说你想说的话 因为很多的粉丝 是把我的讯息当成一个垃圾桶 如果我有看到 我也有时间我就愿意回 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去 让他想办法 可能得到舒缓 跟让他觉得 哦好那我要回去了 可能有打扰到我 因为我有跟他说 我觉得太突然了 我有点被吓到 结果呢 刚刚他突然又来了 原因是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他就又送了同样一大朵花 然后又是一个蛋糕 他就跟我说 哦 因为我好像没有什么手机 也没有通讯软体 你懂吗 他就是一个很跟社会脱轨的人 很多人会觉得很可怕 应该要立马报警 我觉得为什么我的三观 好像跟人家很不一样 是因为 我在他那边感受到 没有任何的恐怖 或者是不友善的一些恶意想法 或许说可能常常这样 久而久之 他就会觉得他可以再更进一步 或是什么 但我当我察觉 他可能更进一步的时候 也许我就会报警 但在那之前 我觉得他就有点像我一般邻居 可能突然三不五十来跟我聊天 因为我就是个网红 这种感觉 所以我其实在他每一次来的时候 我都是很放松 我觉得这样好像很多人会不认同 但我的想法就是觉得 他是一个很需要帮助的人 我也不知道说到底他会不会对我做出不友善的行为 但是我还是会希望在我能力所及 感受到别人需要我伸出援手的时候 我会给予帮助 所以就像我今天的节目的主题一样 致亲爱的跟踪狂 其实有些人 他的跟踪 或者是他的骚扰 在不同的人身上 其实是有不同的想法 不一定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会变成是危险 威胁 如果这些他是你喜欢的人 就变成他是浪漫的 如果是当初小时候的我 我是觉得被跟踪的时候呢 还蛮可怕的啦 那个时候就是随时提心吊胆的 但可能现在我长大了 就比较大胆了一点 好啦 反正节目上线后呢 我会在IG限动开QA 欢迎来跟我分享你的故事 IG可以搜寻YUZI底线LU 最后记得到各大平台的Podcast 如Sungon,Spotify,Apple Podcast 订阅Lulu的深夜食堂 留言评论给我五颗心哦 我们下周聊拜拜